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来到赵少康市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82点 那么上个星期三 因为四五六日廉价 上个星期三六二十四号收盘的时候呢 是涨48点 涨0.42个百分点 那现在是跌79点 上个星期五 美股道琼大跌730点 跌了2.84个百分点 NASDAQ呢 也是大跌2.59个百分点 S&P500大跌2.42个百分点 费城半导体呢 是大跌的这个两个百分点 所以上个星期五大跌 礼拜四涨 礼拜三很又大跌 所以昨天的这个上个礼拜的美股呢 大概整个加起来跌了4% 很重 跌4个百分点 其实非常的重 那所以台股今天要反映吧 现在跌83点 欧股上个礼拜五是涨跌互建 英国小涨 法国小跌 德国中跌 台股现在跌84点 美国跌4% 台湾现在是11574嘛 理论上讲你应该跌400到500点 才反映美股的这个下跌 不过看看美股今天的这个情况 起指怎么样吧 那今天6月29 明天6月36 马上过了 两天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了 所以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或雷雨 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情 那今天跟明天 北部东半部沿海呢 还有空旷地区马祖仁有强阵风要注意 那今天环境是偏西南风 高温炎热 扩散条件良好 空气品质好 午后 北部地区要注意臭氧能度会上升 那彰化地区呢 因为大彰化 彰化的大城地区 不是大彰化 大城地区 因为风速强 河川会扬尘 就河川现在 如果不是雨季很多的 或者雨水很多的时候呢 那个河川你去看啊 其实都是很多地方褂落的 所以呢 风一吹 灰尘就上来了 会影响空气品质 影响能见度 所以今天 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平宜兰花东 马祖金门棚物良好 北部局部地区 彰化大城地区 短时间可能达普通 所以整体看起来还好 温度 北北级27到36度 降临距离20%到30% 陶珠苗28到35度 降临距离0到10 中张头26到34度 降临距离20到30 云嘉南26到35度 降临距离20到40 高平26到34度 降临距离30到40 宜兰27到34度 降临距离比较高到60% 花莲27到34度 降临距离20 台东27到34度 降临距离10 外岛26到33 降临距离0到10 就除了宜兰地区 降临距离高到60 那其他地方其实都是三分之一以下 那温度呢 西半部北部最高36度 中南部35度34度 那东部宜兰花莲台东都34度 好 那么所以今天温度还是不低 已经连续 很多天都非常热 你看气象局认证 台北6月极端高温 天数破了124年的记录 所以说地球的话很多人不相信 看起来的确是加速这样的话 中央气象局认证 6月真的破纪录 得热 这个月以来 气象局几乎天天都发高温资讯 6月还没过完 统计台北气象站 全月测到的超过摄氏37度 38度天数 已经双双创下摄氏 124年以来的记录 中央气象局指出 台北气象站6月测到 37度以上的天数有9天 38度以上有3天 而在今年以前台北6月 台北站6月测得 37度以上天数 最多是2016年的8天 现在9天 多一天 在太平洋高压西南风 沉降的影响 气象局今天29号一早 就针对九线市发布高温资讯 预估中午前后台北市 花莲县重谷 彰化县南头县云林县高雄市 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 亮出橙色灯号 新北市台东县宜兰县附近山区河谷 也是黄色灯号 再讲一次 台北市花莲县的重谷 花东重谷的花莲县的重谷 彰化县南头县云林县高雄市 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 这样去提醒高温笼罩下 要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 劳动运动 要注意防晒 多补充水分 提防热伤害 保持室内通风凉爽 建议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法 比如说三风扇 三风 利用冰带降温 关怀老人小孩慢性病肥胖 服用药物弱势族群户外工作或运动人 要远离高温环境 就是老人小孩和一些有病的人 肥胖的人都要特别注意了 先去告诉你 没有必要就不要到户外去活动 这个中暑是很难过 而且很危险 那有些人也许没有中暑 但是也有那种 唯一中暑 就是没有到中暑的地步 但是好像不舒服 觉得倦怠等等 如果很热 你在外面时间久了 太阳照得久了 中午那段时间 从上午11点到下午2 3点 其实就可能有这种感觉 要很小心 台股现在跌76点 还好啦 其实这样看起来台股还蛮抗跌的 美国连三天日增4万人确诊 副总统Pence建议要戴口罩了 总统一直叫他不戴口罩 每天都4万人 之前就2万多人 突然就变3万多人 就变4万 新冠肺炎在全球超过1000万人确诊 你看上个礼拜说 这个礼拜会超过1000万 就超过1000万 50多万条人命 这个就不好 疫情严重的美国 已经连续3天 单日新增确诊超过4万例 美国副总统彭斯 周日首度松口 如果州政府跟地方政府建议 或是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候 民众应该配戴口罩 他们都不太希望戴口罩了 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不见缓和 上个星期四到星期六 一连三天单日新增确诊人数 都突破4万人 无论是累积确诊人数 或是因为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都是全世界最多 当然有时候你又不能这样 因为美国有3亿多人口 人是比较多了 大国小国人多人少 是不能一概而论 你可能要算比例 回顾4月美国第一波疫情 大爆发 5月稍稍和缓 许多州纷纷放宽 限制 捷径 但是近到6月 疫情明显回温 南部跟西部的州 疫情特别受到关注 包括佛罗里达 Texas Arizona 这些州 屡屡创下单日确诊数字的新高 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表示 对控制疫情乐观 他说联邦政府没有对策 应对第二波疫情 呼吁民众要保持 十交距离 彭斯礼拜天到德州 跟州长一起组织 疫情简报会 第一次表示 如果不能保持 十交距离 就应该戴口罩 中原议长 佩洛西 周日接受美国访问时 炮轰川普政府 防疫的表现 他说政府 早就该强制 企业民众戴口罩 日前 德州跟佛罗里达州 已经下令全州的酒吧关闭 星期天 加州州长下令 包括洛杉矶在内的七个郡 要关闭酒吧 根据统计 即使是新病例下降的州 酒吧也一直被视为 是爆发疫情的源头 为什么 这个你很难想象 这个美国人大概从小 就要喝东西 你看那个美国小孩 比如说你 有些朋友 小孩从 他们从国外回来 他一定要drink drink drink 吃饭就要drink 这很不好的习惯 然后呢 饭前呢 比如说你现在 大家约好 七点啊 七点半吃晚饭 那通常稍微有点规模 餐厅前面都有一个bar 你先在那边喝酒 喝完再去吃饭 吃饭再喝酒 爱喝 那他们有很多的那种 什么cocktail party 鸡尾酒会了 什么就喜欢喝 一站站半天那边喝 我每次都很累 跟老美应酬真的很累 扯一些言不及的话 要站那个地方 人家都站 你不好意思坐着 那讲一些 真的是言不及 反正乱聊 他们就喜欢 这种mingle 就是混在一起 那时候当然容易传人 讲话什么 谁戴口罩 休息一下 再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 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刚讲 美国好几个州 关闭酒吧了 所以你很难想象 老美都爱喝酒 非常爱喝 其实他们有酒饮的 什么也非常多 反正就是要drink 小鬼从小就要drink 他不能喝酒 他就要喝什么 反正就是饮料 要喝一堆 所以老美胖的也非常多 他们都很大杯 很大份 吃的那种超量 老美那个胖 你很难想象 不是一般的胖 但是胖到简直是 非常胖 胖到 怎么会人 把自己会搞成那么胖 有时候你也很难想象 好吧 所以美国的这个 得病人这么多 也是始料未及 就跟他们大概个人 自由惯了 你知道干嘛还不干 那现在美国副总统 彭氏说 如果你不能保持 社交距离就戴口罩 我早就讲 其实社交距离跟口罩 折衣就可以 不需要两个 你又戴口罩 就不会 你的飞沫就不会 飞出去 别人也进不来 那你稍微人 距离近一点 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你要两个都实施 就很困难 很多次你要看 做得到做不到 做不到的时候 当然你能够做到最好 最好你都不要出门 不是更好 最好不要跟他和一起 但是不可能 所以这次就看 到底条件是怎样 人潮比过年 假期还要多 年假四天 什么地方都是塞好塞满 包括山区 风景区人潮都多到满出来 山区一样 人设塞到爆 竹苗交界的雪坝公园 官物风景区 车辆把官物风景区 停车场塞爆 满出来的人潮 车潮只好挤到附近的雪坝农场 农场也 农场员工也说太恐怖了 人潮比过年假期还要多 前阵可能闷坏了 四天廉价 人车寝操而出 竹竹苗 新竹县新竹市苗栗 不但各风景区人潮都到满出来 就连登山步道一样出现难得的人车潮 新竹县的五峰跟苗栗交界的雪坝公园 官物风景区 新竹市或新竹县开车就要两个小时 从新竹县那边开车要去两个小时 廉价前三天到乐山跟巨木步道踏青登山游客呢 上午十点就把园内停车厂塞爆了 山山游客到傍晚都没停过 雪坝农场住宿也是一味难求 中餐自住区也 餐区也翻了好几番 停车厂管制出入 员工坦言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人潮 山下的五峰清泉风景区 一样是塞好塞满 夸张到不行 尖山尖石后山跟内湾风景呢 四天假期都是人车穿梭不息 新竹市南辽渔港呢 骑脚踏车人潮也不断 新竹公园跟动物园是游客 络绎不绝 反正到处都是人 这是新竹地区的 我们看新竹的这个新闻 其他地区都一样 大家就都出去玩 我也听说有很多人是 大人其实也不见得那么想玩 知道很塞 他有小孩 小孩就闹着要出去玩 孩子闷坏了 那特别他们有同学会讲 我们去哪里 那你都没去 你都在家里 这就让我想起来 外国人也是 都要度假都要出去 而且还要秀给朋友看 人家出去你在家你算什么 有点变成这样 那再加上我认为 他台湾一般的家里都不是很大 你说香港家里更小 因为香港地下人愁 所以香港人就很像在外面 满满街上都是人 家里很无聊 也很少在家里接见客人 台湾比香港好 但是相对来讲 真的家里很大的还是少 闷了几个月以后已经烦了 小鬼小朋友更烦 所以就要出去 这一出去就闷在路上 真的是很辛苦 塞在路上 英国首相江神 穿西装示范福地挺身 所以这些政治都要表示自己很健康 尤其普丁 俄罗斯那个普丁 常常秀他的肌肉给大家看 我很健康 以前毛泽东还要游长江记得吗 都表示我身体很好 没问题 做个领导人不能示弱 这是不能示弱 川普前阵子到西点军校 讲完话下走那个坡 走得很小心就被媒体大说文章 他就很气 他说那坡太陡了 不是我身体不好 等等 那首相呢 英国首相因为一度感染新冠病毒 注意而且据说就快挂了 做到加护病房去了 所以全世界都关注 他最近接受英国媒体专访 为了证明自己身体很好 突然趴下做了好几下伏地挺身 他在访问中强调英国的经济将会好转 为什么做伏地挺身有道理 因为肺嘛 新冠肺炎 伏地挺身就练胸肌嘛 跟胸部肺部有关 英国首相江城下55岁 经常出现戏剧化的言行举止 他最近接受英国周日邮报专访 谈论英国建设基础 基础设施的计划呢 如何从封锁到振兴 他在访问中主动提到 自己身体好得不得了 接着提议 你想看我示范做几个伏地挺身 证明我身体有多好吗 然后呢穿衬衫打领带 江城就立刻趴在地上 一年做了好几下伏地挺身 不过江城这么做 还是有网友挖苦他 说俄罗斯总统普丁 要糟糕天下自己强而有力 是去骑马比柔道 你既然这手下做个伏地挺身 这什么了不起啊 不过你也不要笑 伏地挺身你如果没有经常做 我看也不见得就可以做很多个 以前常常做我每天都做了 双杠啊什么伏地挺身啊什么的 很久没做了 现在不知道能做几个 做可以做了 但是不可能像以前那样 一做做个30个40个50个 不太可能 就要经常做才可以 谈到英国经济江城说活力十足 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好 这都是政治宣传 英国在疫情方面呢 中部城市叫莱斯特 在这个月上半一共新增了 658例确诊 大多是跟食品工厂爆发的 新疫情有关 因为确诊病例多 所以内政大臣说 莱斯特可能成为英国第一个 封城的城市 区域封城啊 这个肉品场特别容易 肉品场非常容易 南韩人说忧郁情绪升高 就很多地方忧郁情绪升高 不止南韩啊 为什么 因为就是给你关起来 然后这个地方不能去 那个地方不能去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现在跌76点 跌77点 这波音间不能坐腹地挺深的 我刚刚就坐了三十下深蹲 所以稍微一点连串 南韩人忧郁情绪升高 胜也是了 才能关起来 当然情绪不会好 台湾各地 在连续教育 那个景区都充满了人 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哪里玩 我那天 我那礼拜几 六 去三分熟记 定期去三分熟记报道 我是从台大 然后 自来水什么区 就那个路 然后上个坡 然后到永和 然后他那里有一个游泳池 水池了 哎呀我的天 吃饭 中午定 吃饭十二点多 烈日当空 日正当中 水池里 跟下饺子一样 全部都是人 当然小朋友多 满满的 我跟你讲 那个不要说游了 在里面要走动 都没有很 都不是很容易的 大概你 旁边都人嘛 你能走几步呢 那个不是游泳啊 那就泡水 那个人的多 哎呀我的天 真是 我只想说 那有什么乐趣呢 那小鬼啊 小鬼搞不好 能够出门就很高兴了 对不对 然后泡在水里 很高兴啊 那个水 满满都人 怪吓人的 好那么 那是礼拜六中午 我们去吃三分出去 礼拜天 中午我去吃了 亚都立志 亚都立志饭店 就明圈中的亚都 二楼的巴黎厅 所以我现在讲讲 那 巴黎厅很高党 当时台北市 原来的 是最 道地的法国餐 原来那个 莱莱 就是后来的 喜来登 的二楼的 安东厅 也 也不错 基本上 也是 也是最早的 像那时候 吉米斯 主厨在那边 很早的 法国餐 那他现在 已经好像转了 不是法国餐 因为法国餐 吃起来 第一个 倒数很多 一道一道一道 这个时间蛮长的 比如你看我12点去 吃完饭 出来两点多了 好说你 起码 那是中午 那晚上的话 时间不更长 所以 法国菜是比较 繁复了 但是那是西餐的 到了顶级了 就是这样子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去 亚都饭店的 二楼的巴黎厅 它叫Paris 1945 什么 那我比较常去 它地下室的那个天香楼 天香楼是杭州菜 也不错 比较快 而且比较简单 所以听说 我是听说 它的这个巴黎厅 最近有 Renove 就是全新 整个装潢改过了 而且它以前中午是没有的 没有午餐 只有晚餐 那最近我看它是 周六周日有午餐 12345 还是没有午餐 所以你不要今天跑去订 没有 周六周日才有午餐 那晚餐呢是 周三到周日 它周休二日 周一周二 公休 也很少成定会两天公休 不过现在 慢慢可能也多起来 因为员工也要休息 你与其发什么加班费 什么员工不如就算算算 所以它周一周二是 晚上是休 中午只有周六周日才有 那我听说啦 我弟弟有去了 说还不错 那个午餐 我就要定 很不好定 很不好定 而且他还定 还有他的规定 就是说 你要12点到 一点到 我前三四个礼拜以前定 他就说 下下礼拜 下礼拜 下礼拜 12点满了 一点好不好 我说你 人那么多啊 那是怎样 说我们只能12点吃一点 叫走是吧 否则有什么分成12点一点 不是 他不是 你要吃多久随便你 当然你不可能吃到人家打烊 就是他大概 我想他们就要维持那个服务的品质 换句话说呢 你不到 就是说我开始我可能只能让一半的人受到好的服务上菜速度要快 我不可能全部 所以呢 我12点先接受一半的客人 一点再接受另外一半的客人 那另外当周末很多人睡得比较晚也是 换句话说 我现在一半我就比较好招呼嘛 那等到这一半吃的差不多了 再来一半 我想他的 他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昨天我们订就订中午嘛 就12点 那12点 你只要提早到啊 我11点50几到 门是锁的 他门是关的不开 我曾经有几个餐厅也是这样 曾经有过 日本料理啊什么 也是 不到那个就是不开 他门口放了几个椅子 我就坐在椅子上 然后陆陆续续客人来 大家都在外面等 很多人去尝试开那个门是锁的 后来到了12点打开 一开哇豁然开朗 因为他以前啊 巴黎厅是比较暗的 就是比较 比较深的颜色 以前是很奢华的 那现在完全不一样 整个餐厅全部重新装潢 花了不好钱 很简约明亮 浅色的米白色的桌椅 很亮 你就一下米白色 就整个空间看 就怎么突然变大了 大很多 再向外面的光线进来 所以基本上就是明亮简约了 但很精致 跟以前的深色调 这种奢华高雅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事实上有一段时间 台湾的餐厅 尤其高档餐厅 尤其日本料理 喜欢搞非常黑的颜色 非常暗 进去就觉得 撞了那种非常暗的颜色 像以前什么齐都里 新都里 什么都是非常暗的 很多日本料理店 非常非常暗 那现在大家又喜欢明亮 人就这样一阵一阵 有一阵是非常暗 非常暗 那他这次巴黎厅 是跟日本的米其林 一星餐厅主持人 叫高山英记 高山就是我们讲 高山那个高山 高山茶 高山英记 英雄的英 纪念的记合作 那这个高山英记 非常喜欢台湾的茶 跟台湾的在地食材 所以他到市场 他们大家到市场 这是经理告诉我 去旁边服务里面 逛以后 他就觉得台湾的茶 印象就变深刻 他喜欢把茶入菜 所以他每个菜里面 都加有一点点茶的 不同的茶 东方美人 乌龙 什么不同的茶 会有一点点味道在里面 所以呢 有茶 一点点茶香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 我是赵超康 回到赵超康 神的县台北股市 下跌100点 就是我刚刚讲 说如果只下跌60几点 台北股市 还是很抗跌 因为美国已经跌4% 上行就跌4% 当然也说 主要是疫情了 他的疫情控制不住 所以当然不好 台湾还不错 疫情控制不错 说台湾容易控制 因为海岛 而且控制得早 但是美国不好 会影响到全世界 也会影响到台湾 好吧 谈这个礼拜天 我去吃这个 亚都的巴里厅 二楼巴里厅 发国菜了 但他现在看起来 他已经算是 日发混合 因为他主厨是 日本的这个高山营记 那 所以已经不是完全那种 发国菜 通常发国菜 非常非常浓稠的 好像中国的上海菜 甜啊 咸啊 油啊 发国菜会用大量的奶油 非常多奶油 奇怪是法国人不胖 喝那么多酒 吃成这样子 不胖 我想为什么 第一个听说他们好爱走路 走路走很多 因为你很多区域 你不走也不行 那另外 他们大概出的奶油比较多 听说 淀粉类吃的也不是那么多 等等 好吧 不管了 跟品种都有关系 人的基因什么都有关系 那他这个巴里厅的 非常重视细节 他的杯子啊 盘子啊 连那个餐垫子 很多都是特制的 杯子盘都是日本做的 全部日本做的 那连那个水杯 都是手工制造 你看那个杯口都不齐 他是有凹凹 有种 他就故意 做成稍微有点 有点曲线 那连装奶油的 木头盒子放奶油 都是专门打造的 所以 从各地你就看出来 他的用心 细心 那是 这是非常不同 台湾很多的建筑 包括旅馆很多 看起来很漂亮 哇金碧会黄票 你仔细看那个施工 粗糙不堪 比如说 他应该用铁 铸铁做的东西 看起来 他没有 他搞个什么塑胶 然后油漆一下 你远远看以为还是铁 一摸它不是 很多都是这样子 做工非常粗糙 那我是不知道说 是 我觉得就要省钱了 甚至很多民宿 像这是廉价 大家急死了嘛 很多台湾的旅游是很贵的 台湾旅游非常贵 为什么大家要出国 你比如到菲律宾 你到泰国 到日本 可能都比在台湾玩便宜 现在台湾是没办法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商人 这些民宿 这些店家 你就应该把你的服务品质搞好 把你的 你既然收费收那么贵 你整个的 就像个样子 大部分都是那种 很出自烂照 真的 甚至包括很多那种 很大的 很大牌我不讲了 那种度假村什么 看起来还不错 就进房间一看 那个细节 简直是不堪检查 一塌糊涂 一方面是他要省钱 一方面我们施工 也不住这些小地方 那你去看这个巴黎厅 你就看得出来 他真的是 很多地方是非常讲究的 连盘子碗 什么都非常讲究 没有单点 只有套餐 午餐有四种菜单 午餐四种菜单 那你也可以搭配酒 我们有三个人 点了两个套餐 然后另外一种套餐 就价位不同 还有一份配餐酒 六种酒 从香槟到白酒 红酒甜酒 三个组 我们三个人 一个是上盖老饕牛排主餐 一个是乳哥 然后我点的是A5级的日本和牛 都很好吃 三种都很精脂 都很好吃 那他跟一般的西餐不同 一般西餐 他不太有什么蔬菜 日餐通常也没有什么蔬菜 他蔬菜用的蛮多的 就是说在地蔬菜 用蛮多的 他比传统的法国菜 奶油用的少 你可以看得出来 是比较清淡的 所以我讲说 法日 法日的风 合起来的风 风格 服务也非常好 可见他们训练非常严格 能够服务人员非常到位 解释菜 什么都讲很清楚 不啰嗦 简单 有时候你很烦 那个威特帕 他们一直讲半天 够了够了 不要解释那么多 简单解释就好了 对不对 那有些在外国 因为他为了你小费 外国 没吃一个 他就问说 怎样啊 好吃吗 很烦 你们一直问什么 偶尔问一下就好了 我觉得他们还算不错 就是整个都很 适当很重要 所以用餐的环境很优雅 气氛很温暖 每道食物都很细致 摆盘也非常漂亮 价格我认为非常合理 我认为 中餐那样的价格 如果你是点它最便宜的那一道 餐厅是赔钱的 我认为是赔钱 那当然也许你看到状况 不会点那个最便宜那一道 但是我不能这边讲价格 你到我的脸书去看 我就问 我也跟他要了晚餐的菜单 晚餐菜单跟午餐差不多 当然价格就比较高 那有加了 比如说午餐 比如说是北海道干贝 晚餐就是波士顿的龙虾 中间有一道 那晚餐甜点还有前甜点 换句话说不止一道甜点 吃法国菜不吃甜点 就有点不像是吃法国菜 那我认为了 就是说像本来你知道通常 我若吃那种像这种是比较高档餐厅 我比较不会介绍的 因为一般人不太会去 我介绍都是比较平价的 比较中间的餐厅 我昨天在考虑 我要不要介绍巴黎厅 我们听众搞不好觉得 你一顿饭吃掉 这样好几千块 但是我在想 你也不能 也不能不鼓励这些高档 高品位的 提升我们饮食水准的餐厅 人家愿意花大钱整修 全部翻修 全部翻修 跟国际民族合作 食用那种饮食的器皿 都是专门打造的 非常精美的 然后整个餐厅布置的 窗明激进 干净精致 东西都干干净净的 餐巾各方面 然后你让顾客满意赞叹 觉得我这顿真的好 真的不需此行 台湾的餐饮的水准都提高了 当然应该鼓励他 应该鼓励他的 你们大家都不去 他怎么活 大家都吃小吃 都稍微高档的餐厅 稍微有点品味的餐厅 都不去 那他怎么活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介绍 所以我是觉得说 而且事实上 那个午餐还好啦 那个价钱真的 真的 你去看 以你的享受 你的气氛 你的菜 跟那个价钱 我老实跟你讲 我认为餐厅是赔钱 我认为餐厅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赚钱 那你有兴趣看我的脸书 赵浩康史言脸书 有照片 各种照片 菜单都有 午餐菜单价格 晚餐菜单价格都那个地方 但是要预定要预定生意很好 我是赵浩康 为你回到赵浩浩康时间的现场 今天联合报中国时报 苹果日报头版都在谈国民党立委 突袭立法院 夜宿立法院 占领议场 那占领议场不是什么稀奇事 不过以前都是民进党干的 联合报警有个表 2007年1月19号 审这个中央选委会 组织法草案 严重冲突 立院的这些门 异常的门 都被用机车所锁住 还把钥匙孔灌满三秒跤 到了年底 2007年12月7号 还是为了这个中选委组织法 那我不懂了 他背歌 那现在中选后不是民进党在掌控吗 是有时候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有时候在野的时候 人少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 后来发觉 哪天他自己变成多数了 2012年6月12号 美牛民进党团反对 夜宿议场5天反对美牛 反对美牛 现在美族都可能开放了 2013年8月1号 这个抗议核四公投 核四公投案 也是一样 占领一场 然后呢 最后朝野协商不处理核四公投案 才结束交土抗战 2014年 你看2007 2007 2013 2014 立法院 遭这个反服贸学生占领 就是太阳化嘛 到现在6年之后 2020年 6月28 现在主客一位 国民党 去占领这个立法院 占领议场 等等等等 当然 国民党委员 大概最近的压力也很大了 就是说 人家就说 你国民党干嘛 窝囊 软脚虾 在这个立法院都没有作为 我们选你干什么 等等 所以他们压力大概蛮大的 要表现一下 你不要看这不简单 第一个呢 是很热的 那现在民进党是多数党 立法院长是民进党 所以呢 议场就不给你开灯 暗的 也不给你吹冷气 又很热啊 那也不送风 那当我看那个油署会 罗智英他们发动 其中去升远啊 买冰块啊 送进去啊 那都是 精神上的支持啦 这实际上效果 不大了 一场那么大 你能放几块冰块吗 但是至少表示 有人在支持啦 反正就这么回事 不过 之前 占领的时候呢 像2012 2013 也都是6月跟8月 也是很热的 其他时间是1月 12月跟3月 没有那么热 冬天就还好 你不过太阳花的时候 3月 其实就没那么热 那现在6月 7月是很热的 那他们主要就反对 陈菊啦 反对陈菊 黄建廷的呢 因为他们自己 说婉拒的 我想也是看那个 民进党公民 没有要支持他 把他们当成祭品 所以国民党 才有这样的正当性 假如说你现在 黄建廷是建成院副院长 你反对什么呢 从这个角度看 他们当成阴谋论 就是民进党之所以提名 黄建廷当副院长 也是为了转移对陈菊的注意 也不能说没道理的 因为我不太喜欢 反正用阴谋论来看 不过看起来 目前回头看 好像也有那么的味道 当然民进党也很怪了 就是说你原来是要 要废监院 废考试院 那就不提就是了 就他做空嘛 空了以后再来修宪就是了 蔡英文说不行啊 宪法规定呢 我就非提 谁讲 宪法规定你们不做的事多了 你们那么守宪啊 那么遵宪啊 哪有这种事情啊 当然现在立法院的朱卫锦 什么也都听民进党的了 所以阻挡媒体 因为媒体看到这是很兴奋的 要报道啊 不准媒体进去 不还好 因为现在他都有都可以视讯嘛 在当场就可以在脸书上 反正这种每个人都自媒体啦 你可以自己拍自己讲话什么 其实都可以的 所以你媒体进不来 我就拍出去 其实都可以 所以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了 只是就是不给你方便 那媒体本来当然希望各自抓角度 有不同的报道方式嘛 好 那江启臣是说呢 拒绝又烂又绿的名单 那蔡英文后来讲最好笑说 这是监委提名啊 好多元哦 27个提名的里面有24个都是有绿色背景的 民进党背景的 叫做很多元 那如果这叫多元 什么叫不多元 这个叫中立 什么是不中立 就是说 他们的伟大是说 干了这事儿 你就默默的 就混过就算了 还要吹牛说自己是非常多元的 这是什么多元 这什么叫多元 民进党提名什么时候多元过 从来没有嘛 好不容易提了一个环剑亭 也没真的支持他 对不对 然后一反对一看苗头不对 就说了 就说回去了 所以当然就是我刚讲过了 就是说 他们能支持多久 这是一个 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然后里面不少立委 年纪也不再是二三三四十岁的 这个年纪了 所以在那个地方是很 要有很强的耐力跟毅力了 我刚刚拿到新闻稿说 他们朝野协商破局 因为今天上午八点半 游锡坤召集朝野协商 民众党时代力量都派出代表 国民党拒绝协商 所以因为拒绝协商 游锡坤宣布协商破局 先前说要占领一场三天三夜 国民党团总召林维州 今天改口 没有设定抗争时程 有可能超过三天三夜 林维州说 因为临时会会期很长 有持续抗争的打算 目前处于僵局 为什么不出席朝野协商 林维州说 从第九届到现在 每次临时会协商都毫无结果 都是破裂的 没有一次协商成功 他批评执政党态度不变 要过的案子都要过 也不允许在野党 所提的议案加入临时会讨论 包括港澳条例 陪审制度 及钓鱼台决议案等 都没有开放讨论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协商成功 他就说你协商只是做个样子 每次协商 我们的意见通通没有 都是你 那我给你协商什么 这个讲法是对的 这个态度是对的 那当然民进党不是审核的灯 他也可能想其他的方式 现在不知道会想什么 其他的方式 当然尤其军说 这样可以组织修宪委员会 把考监给废了等等 那如果你真的要废 你就无所谓 你就不要急着通过 这个监委跟考树委员的名单 不就好了吗 如果你真的 还是说一天 每一天都不想浪费 每一个名额都不想浪费 通常要提好提满 当然如果支持国民党 真的能够坚持到底 会到人家光目相看 说咦 这是怎么不一样 能不能真的坚持到底 就要看未来几千他们的情况 美国特别把台美特战的训练的画面 故意曝光 我认为就是跟中共讲 我们跟台湾军事是有合作的 看你要怎样 你小心 但是实际上过去几十年 不过是美国 台湾早也就没有了 是大家都知道了 只是有些事情是能做不说了 那现在美国美军呢 就大涨起鼓的说 也是政策 基本上是政策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